凤林政代表会11号上午进行政政考察行程 特别来到了林田山森荣里 大观里的凤林行政区域 希望可以透过会议召开 和林业署花联分署在行政业务工作上 可以减少行政机关之间的问题 不过在会议过程中 凤林政公所认为 在行政权上 林业署花联分署都没有受到尊重 期盼可以在会议之后有共识 减少行政区域上的争议 凤林政民代表会11号正政考察行程 是进行的林田山森荣里 大观里的凤林行政区域的考察行程 希望透过会议的召开与林业 及自然保育署花联分署 在行政区域的业务工作上 凤林政公所强烈的不满 不备受尊重 希望透过会议 能够减少行政机关间的问题 那我们还有一个大观里 在以前的我们的法务的所到上面 那整个都还是我们复林政的行政侠区域 那很多的事情的作为啊 就让人家包括你们历次 你们包括你们像房舍的诊件 你们历次的0.3万农工作上 整体未来的规划 你们所有邀请的单位 你们始终就是往万农下公所 然后你们包括你们的延期法 你们也是在寻求部落 万农乡的部落的同意 那我们就很纳闷 我们凤林政 申农里还有一个申农的部落在这边 那你所有的作为你目前 现在就是凤林政的行政侠区 那你为什么会去寻求万农乡 这边的部落来同意 你凤林政侠区里面的行办事业 那包括啊 上一次我们的张理长 我们凤林政科教文化剂 我们的政令新辆车 也不能进来 我说实在一点 今天要不是一个深农里在这边 我们今天大家割得很干净 我们还有100多位的机密在这边 那我们所有公共设施 我们路灯我们道路的整修 我们垃圾的搜寻 那不是我们公所要做的吗 你看那些的会议资料 国会议员开的空天会 建议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站 所有的管设维修之后 建议万农乡公所申请拨用 按你们内容的工作报告 建议万农乡的大本会主席 正式向议会提案 行政区域的划分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形 我跟你讲 讲白的 就算你行政区域以后要消失 并为万物相 现在你就是奉林 而正名代表会也有许多代表 表示 林田山升农里大观里 从日治时期一直以来 都是属于奉林镇的行政辖区 希望林业署 花莲分署 能够尊重奉林镇的行政权 我们是因公不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个人来 我想他来也是带给你们人潮 来这个帮你们宣传 我想这个案例啊 提供主任你这个参考 也给我们所有的同仁啊 作为一个参考 都要赞我们奉林的便宜 什么 路灯派要我们修理什么热社 我还记得说以前 我们政党当主席的时候 你们垃圾要进到我们垃圾业卖堂 我们也同意啊 对不对 这就是说邻居互相照顾 互相支援 不要为了说抢这处地 想要得到好处又不去管理 我们进来又处处做件事 有听我们分组长官分组长在讲 我有提议说 这个是不是不能说你 林务奇在讲说要给把这个刑事记忆 调整到几岸去几岸 其实他从那一天 在副作以后再想 他说他没有送出去 他只是在代表会就开始副作 我要说啦 你真的是漠视我们原住民的生存钱 这本来就是凤林镇的辖区嘛 你有看到三地原住民在这里过凤年纪吗 最后会议林业鼠花林分属也表示 未来在行政区域上的相关业务沟通 将会更密切地进行横向的联系 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争议 记者林杰凤林胜采访报道